今天是星期六 有冒在我的車上 今天是星期六 可是天氣又不太好 那本來呢是預計 想要去第三者線道 然後去中地的車友是那邊四川 當帥營 因為他們有舉辦團購的部分 可是昨天下午呢 這個阿燕呢 他就臨時約我說 今天要風雨無阻 去五街那邊野餐 所以呢我就只好跟中地那邊取消了 希望我這個包包側箱是放得下的 不然這個側箱實在是沒有什麼效果 很堅耶 要塞一下不過還可以 反正裡面是雨衣而已 我的長筒雨鞋就在這 其實我今天有點想要穿長筒雨鞋 可是我又怕降雨沒有降那麼多 穿那雙會有點悶 你看貓的腳印 還有貓毛 不過 我的車子這樣子 在這邊吸引貓的話 貓就不會再去我爸的Lancers上面 也是不錯啦 很暗看不到 隨身都會帶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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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阿母耶 不記得你拿貓 沒辦法 應該那邊 青菜拿一頂都可以 這邊不可以嗎 嗯 進來沒關係啦 不啦 外面斷斷的 都可以 自動的嗎 對啊 那也可以啊 對啊這也OK啊 你怎麼不喝個咖啡 我已經喝完了 不錯 剛剛的行程已經跟剛剛稍大概講過了 那不過等一下呢 還是會順便安排 順路去看一下我爸的作品 現在呢就是已經來到浦里高宮前面 那這條路呢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往前面這邊的方向呢 就是往荷歡山 無領 人恥觀的方向 所以說其實 如果你經過浦里啊 然後要往這個 荷歡山風景區前進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路過 然後呢 這邊其實 也有我老爸的作品 各位看一看 就是上面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校園裡面 我應該也是不太方便進去 這個浮雕就是我爸當初做的 那他當初做的時候 我大概也是國高中的時候 然後他那時候是在工作室 一個挑高的鐵棚 在裡面喔 架了大概有三層樓高 然後他就用樓梯這樣子 浮雕旁邊這樣爬上爬下 就有點像那種洗窗戶的功能一樣 那時候我假日有時候會去看我爸施工 那因為我那時候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念書 假日的時候就會去看到我爸在那邊 爬上爬下 然後他就是拿著雕刻刀 然後一筆一畫的把這個浮雕上面的東西 去給雕刻出來 因為也不太方便進去拍攝的關係 所以說 就在外面大概看一下 那就繼續去今天的 跟阿燕要去五屆野餐的行程 到了阿燕家了 給各位看一下 貓 貓 這個也都貓弄的 還有一些貓毛 貓毛 弄得很髒耶 不過就像我早上講的人 原本都是我爸的連舌室在探 現在換我幫他探 小乾糧喔 好囉 好囉 好 那今天這個 大縫號就要挑戰 雙載兩個 Otoco 阿燕現在大概幾公斤了 沒兩 對啊 我們兩個應該差不多都八九十 全部都進去了耶 好 那就不要用車廂了 好 今天那就準備要去吃阿燕推薦的早餐 好 好 也是 喔 你這個 已經幫我規劃過了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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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今天看不出來 你要吃什麼? 我這裡有黃麵、白麵、麵線三種麵 喔,來一個白麵 那我黃麵 那豬血跟番茄湯今天 有現在的機會嗎? 喔,豬血好了 好啊,那我也來分豬血 好,裡面阿 這算是你蠻推薦的就對了 這是一個小吃的 謝謝 好,謝謝 這樣很豐盛喔 而且我因為沒什麼在吃早餐的 這樣一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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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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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再加這個 五十塊 各位阿 一百一 你覺得很誇張嗎? 如果在台北這樣是不是一百一 差不多 對啊對啊 那個方向阿 就是台二、西線喔 會進埔里的地方 然後往這個方向就往埔里去了 那這間早餐店呢 他就在這個轉角 剛剛吃那樣子 一人五十塊 真的很不錯 可以推薦 蠻推薦的 那因為阿彥堅持 要在五屆吃Sashimi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 鑽進埔里的市區 去埔里的第三市場買Sashimi 去埔里的第三市場買Sashimi 今天呢好像沒有很多耶 等一下 我應該可以騎進去吧 沙鏈耶 他還要走一下就對了 沒有 他還要走一下就對了 沒有 他左邊那個轉角要賣魚 賣多少 買多少 買個四百好了 四百太多了啦 你確定 確定 那三百 兩百 兩百 你確定 你先吃 好 一個一個 好 兩百的那個 鮭魚 鮭魚 兩百 OK 那你要是三百嗎 好啊三百好了 那邊幾個人要是 兩個人 兩百就好了 兩百就好了 好 我們很喜歡吃Sashimi店 結束給你們吃 你要去那裡吃 旅街 對對對 那我待會給你放個冰塊 好啊謝謝喔 謝謝 哇 所以兩個人要吃 老闆說兩百就夠了 兩百就這麼多 兩百 多少 這樣兩百 對啊夠了啊 真的有費額了 有有有 OK 好謝謝喔謝謝 很漂亮很漂亮 1972年啦 來 哇那個地面被我弄一個洞 真的 你看得到嗎 走囉 我們是準備要路3囉 路3囉 因為隧道就是會通往另一個世界喔 整理不上你的世界喔 喔 大洋車有喔 你剛剛好像是寫張話罵我 我是有感覺 有 借喔 原物喔 等一下那個彎啊 你如果騎兩輪過來 你就要小心一點 那邊超級容易打滑的 你剛才知道我在講哪裡了 超級危險 對啊,兩輪耶 對,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很危險 這個一定要小心 那個你剛才直接下去了 前輪就滑掉了 你根本來不及 好,各位車友 這個連續到 這個連續的地方 一定要把你的車立直喔 不然很危險 這邊本來還會連續再接啊 它已經鋪水泥了 然後過了那個危險的考驗 你就差不多到五屆了喔 OK 這邊也要小心喔 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好,這邊再接一個要小心 好,這邊再接一個要小心 好,在那裡 Yeah,你 better watch out I am in the house 好,在那裡 I am in the house 我這個車子要騎到一線前了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這個可以 這個是可以啦 可是我鋼籤而已會怕 怕啊 怕啊 這是 我兩個都沒有穿護具 對啊 這台要80萬嗎 這台 這台40幾 40幾啊 沒有,40幾而已 新的還是 新的,新的40幾 不錯啦 就是說 在五屆這邊的話 它跑起來算適合的 它叫多功能車 不過輪胎可能要換成巧克力胎 會比較好 沒有,載朋友而已 大哥你看聽喔 這個要明明 好啦 到五屆了 哇,這裡還可以烤肉喔 準備要來吃我們的 特地從埔里帶過來的 埔里帶過來的 撒西米 對,棒的撒西米 大家阿燕推薦 阿燕推薦 我剛回來還不是很熟 不用拆,這個是冰塊 我剛回來還不是很熟 所以說阿燕介紹 那撒西米會不會用太多 就是要讓你很爽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 要吃從埔里帶過來的撒西米 應該是蠻爽的 應該是蠻爽的 好啦,來了 你看 我直接淋過去了喔 好 可以,很辣喔 它那個是辣的 哇,然後 然後 埔里這間生魚片阿 真的蠻好吃的耶 很新鮮 然後蘿蔔絲這樣子 而且老闆抓的量 我覺得 真的是蠻剛好的 再多一點 你就太膩了 它就是讓你吃完 這一份 你剛好就是 覺得有點滿足 又不是太滿足的感覺 對 壓下去 煎軟就像我們煎鑽的 這樣 一百 一百 一百塊而已 這蠻爽的 暖面不起來 可以煎軟 蠻爽吃就好了 吃啦 吃就好了 這蠻的蠻 可以擔白骨 雞肉 這蠻的 可以用 這樣 這樣 撲撲撲撲撲撲撲 阿水火要不要 對啊 我就怕你無情婦具 也不敢去 那 那間很骨 我也不怕去 你不怕去 你不怕去齁 沒有啦 你如果要去的話 裝備要齊全 比較好 對啊 我們出門安全地 好 謝謝 謝謝 去煎蛋 這個很特殊的 這個 我們山上才有 好 來吃看看 來吃 對 這樣可以嗎 對 我把你機身上 好 會不想 會不開 百萬元 好 好好 喔 What's up 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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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sh Oh 幹你娘 很滑誒 喔好滑喔 誒阿彥 不行啦 太滑了 慢慢來 慢慢來 這樣很ok 太滑了 真的很滑誒 慢慢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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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滑喔 慢慢滑 慢慢滑 OK 阿彥先不要亂動喔 不要亂動喔 慢慢來 真的要慢慢來 不要停這段 喔這真的蠻危險的 慢了慢了慢了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會借很大的水 哇喔 哇 哇 喂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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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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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ğer 專門的爸爸 這個 relationship 停站嗎? 失敗 我們現在就來到限定遺址的驅兵遺址了 然後剛剛稍微去玩了一下offload 整個已經噴的都咪咪冒冒了 哎唷!讚喔! 你可以把它躺正耶 不錯耶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OK啊? 好像很像我嘴巴都鬆了 左水溪 這邊是你做的嗎?還是順便賣的而已? 有一些皮雕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那些布瓦都是部落 發呆亭也是你做的嗎? 我自己做的 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怎麼會想到要在這邊開那個咖啡? 因為這裡以前都是我們家的地 我本來是只有種咖啡 這些都是我這種 你的咖啡是自己種的? 對目前是 阿這個咖啡豆是 有一些是自己種的 是這個的咖啡豆 但是它目前是在中正 那時候我就先在附近這個種咖啡豆 就是斜坡下去 看得到嗎? 就是你現在前面這個就是看 這個就是嗎? 那個是那個 下面這個這個小的這個 這個? 對那個去年種的 喔 這是咖啡豆 一直往下面 在自己家的地生 對阿對阿 我們以前的老家走下去還有點房子 這是什麼土 這裡是布農族 這裡是布農族跟賽德克族的交際線 今年這個它要開始蓋 戶外博物館 它會把它弄成類似像 飛南遺址這樣子 因為現在就史前時代的時候的人類 它那個地基都還在這裡 挖出來的東西 是目前放在台北中裡面 如果說它這邊蓋一個 類似像那個 樓庫中心的話 它可能東西會反而離過來 以前這個地方 都是我們家的地方 在民國69年被發現了 後來我阿公還在的時候 他只是說 乾脆就捐給政府 用捐的嗎?沒有賣 沒有賣給政府喔 因為以前在民國60幾年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類似被 徵收 有一點被徵收掉 強制的 對不對? 因為我阿公 他也是 這個 就是他也是分家機關的人 以前我們這裡是養羊 然後還有綠魚 然後後來才有人再來發現說 裡面有一些遺址 是一個考古學的一個博士 剛好參加一個活動 欸你有跟他見過面嗎? 有啊有 也是有對不對? 他已經很老了 那時候你可能還是小孩子喔? 我剛生 我67 那時候是兩歲而已 那時候是兩歲多 然後他就來這邊 發現你們家底下有那個文物 可是他一直在開挖的時候 是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時間在挖 所以我還有印象是說 我也跑到底下去 我還有跑下去 啊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又是 鳥不生蛋的地方 嗯 是啦是啦 然後又是那個 博士他 不是說很有脾氣的那一個 因為他那個時候 之前他就一直想說 把這邊弄一個 博物館 因為他還覺得說 這個地方還算是 全台灣最高的一個遺址 嗯 以海拔來講是最高的 對然後 一直沒有找到 就是說他的根據是說 因為人家一直以為這個是小矮人 但是沒有辦法 就是這裡是說 他是小矮人 是不是小矮人 嗯 即使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對 因為這裡的也不一定是 不能走 嗯 可能更早了 更早 可是我們這邊挖出來的東西 跟就是說 可能像馬來西亞那些 南洋區塊的東西 挖出來的東西 有英文一樣 啊 對對有聽說過 其實是跟那個 好像南島語系是通的 對所以他們就說 因為那這樣子的話 嗯 可能不只是只有 三千年 這麼久 嗯 就可以推到萬年 在以前的人類啊 他們要居住的地方 會找 比如說 是在山上嘛 嗯 然後山上的話 上面一定有水園 像這個水園 就是從山上去接 哇那你這個咖啡喝起來 味道應該 不太一樣喔 欸你喝喝看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 比如說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面積啊 嗯嗯 啊在旁邊是那個 佐水溪嘛 嗯嗯 所以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是佐水溪 嗯 你要從遠處這樣看過去 所以以前的人啊 居住在這個地方 他是不太容易被侵略的一個部落 因為如果有別的部落 想要去侵略他的話 他們會再從高處 嗯 一手難攻 對 因為當時就是生存的考量嘛 對不對 就是為了生存 對 而且這個地方也不是不濃毒 以前這個地方還算是 賽德克毒的理由 以前 日本人是希望我們 集中在一起 他們比較好管理 原住民才會學會 種田的那個技術 你們剛是從這邊上來 還是從 欸我們剛是從那個 對從埔里那邊 你們這樣過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山的下面那邊 所以很大的平原物 那一整片都是水稻 所以你們也可以下 有機會 下面有一個叫做鐵管橋 紅色鐵管橋 它那個就是日據時代 日本人蓋的一個橋 嗯 把它打 把它打 當成那個 就是 就是把它當椅子 這樣子 嗯 那個也還蠻漂亮的 從山路過 就是接過 現在是因為目前是沒有 對外就是說一直在開放這樣子 嗯 我們也還沒有完全的就是準備好 所以就是 沒有說有 一直就是 Push我們這邊的景點 是是是 但是其實 我們不要 我們不用刻意的話 比較老一輩大概現在 因為以前不是很流行 救國團嗎 喔對對有一陣子 沒錯 驅兵拓荒 就是這裡 為什麼會想要叫那個 邂逅咖啡 因為 那個 前年的時候 我 調到這裡上班 我在公所上班 後來因為我就是 在這邊再開始在 因為這邊還是很荒涼 嗯 我在打草的時候 我是用手 這樣 就有一個高雄的 他可能是退休的一個女孩子 嗯 他就是很喜歡在那個 我弄那個 八呆庭那個地方 他幾乎一個月會來一次到兩次 嗯嗯嗯 而且他在高雄耶 然後他特地來耶 對 他說他放假 如果他已經退休了 嗯嗯 然後他沒有 沒有事做 就很喜歡來台灣的中心 這樣 然後他就很喜歡 他一做就可以做一個下午 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聊還蠻多的 然後就是我邊拔草 他會跟我聊天 後來我在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欸 他說因為他還沒有來過這地方 為什麼我也喜歡在那裡 是因為 他好像看到 從那邊看過去 他就說 他好像是在 他的夢境 好像有看過這個地方 喔 那是一種緣分耶 一種緣分 他先夢過了 然後又真的看到 有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你 你做出來的 他就覺得說 他覺得說 他在那邊 他的夢境看到這個 因為他那時候做夢的時候 他就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對不對 嗯 啊後來他就是 可能是偶然直接 也是緣分 他就是在那邊就看到 就是他在夢 夢境裡面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就 哇 好有緣喔 真的很有緣 對對對 然後後來他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完全懂了 然後所以你後來決定做之後 你就是只跟他的這個 包括他自己也跟他的夢境的邂逅 然後你跟他的邂逅都是全部 對 喔不錯 然後我這邊也有很多 就是說 他像那種參加過那個什麼 呃 取冰脫房子的那些 他們可能現在都退休了 嗯 他來這邊都說 都會來這邊喝咖啡 然後他們也是很開心 就是說 這邊原來 把它弄起來這樣子 很棒這樣子 因為他們以前 以前他們還是 青少年的時候 就是從你這邊上去的 然後現在這邊有一個 哇 對而且他們也要剛好 那個年代那一批 因為後來就沒那麼流行了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想說 這個要取什麼名字 然後就 那就把它 取到蟹後 他說 欸你原本是不是會覺得 要唸蟹購 蟹購對不對 哈哈哈 對我剛好 剛好中文知道他要唸蟹 對 有一個國文老師 剛好經過這地方 然後喝咖啡 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知道那個唸蟹是蟹購 這樣 我就說蟹購啊 因為我以前也是被糾正過這樣 不過我其實 自己還是比較喜歡蟹購 感覺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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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沒錯 沒錯 有性跟你的人跟車合照一下 哈哈哈 不用啦 不用有性啦 不是啦 蠻少人在看的 也是很有緣才會剛好看過 對啊 他多好多的力 哇這也可以算RV270的下一代了 好有緣喔 我一直都蠻喜歡的 山洋的 他底下管300多個人 喔喔喔 欸大哥大哥 哈哈哈 感激這位大哥 他要借我 Joy Max讓我騎騎看 哇也是騎上去之後 就還蠻懷念 以前那台270的 感覺 網路上說的 前腳踏太小的問題 我自己穿登山鞋 我覺得其實還好 騎起來還蠻輕鬆的 讚耶 好騎耶 好騎 不錯 我覺得蠻讚的 跟270比起來 我覺得他加速更輕盈了 然後 那個坐姿有比270舒適喔 其實270他因為龍頭比較前面的關係 其實你稍微 雖然你腳可以往前伸 但是你也咕咕這樣 但是這台我覺得不錯 他其實那個三角 騎乘三角跟270是不太一樣的 沒有說完全一樣 然後跟GTS300其實也不太一樣 這是你第一台大眾嗎 名下算是 之前是玩輕檔車 後來有騎一些紅牌的 就覺得還沒有找到我的味道 日本就是28萬 台幣我算過了 就是28萬而已 然後到歐洲32萬 可是進台灣42 我跟你講買那個日常的 還是歐洲常的 那個才是真的盤 他們自己盤那麼多 然後一直說國產車是盤 我是不太懂 明明差那麼多 不過 沒辦法就是說 如果你的需求是想要上到檔車 你就沒有別的選擇 你就只能給他盤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原本是覺得 帶氧也OK的話 那我覺得國產的可以了 在那邊 所以他已經沒有 一 pans נter 跟他這個 沒有 真是 我們也沒有 有 這前面是不是可以吃吃看 這個已經很苦囉 那就很...我找一個... 嗯! 好苦喔 很苦喔? 不會不會 還好啊 還可以喔? 還可以耶 我這個都是... 就是讓它隨便攢來 嗯 還蠻清甜的 以前我爸爸還在的時候 他是在這邊養豬 這個啦 這個就比較好吃 喔... 這看起來就不錯喔 這個就... 這個也不錯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子吃啊 小時候 像這個... 這種竹筍就是那個... 三腔就愛吃耶 好吃 好吃 哇 好特別的體驗喔 之前路過就看過巴呆亭 然後今天遇到製作巴呆亭的主人 好可愛喔 老闆請你吃一個 這個Costco的麵包 讓我們帶來的 謝謝 不會 現在跟老闆聊完了 躺在他的吊床上面 很舒服 推薦大家路過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坐一下 跟老闆聊一下 放鬆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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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差不多要走了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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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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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山啊 太空山它就是故意讓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等一下的軌道 對對對... 你... 你... 你也是白蕊喔 白蕊喔 我白蕊喔 對啊... 我們... 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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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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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差不多囉 拜拜 拜拜... 這五屆的三當歸 五屆的斷木香菇 你買的啊 我買的 嘿嘿 不要買那個還回來還很便宜 我們都沒有體力來生魚這些 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發抖 一萬一 cient點 一千 一萬一 五屆 做個 二千